对于健身减肥的人来说 鸡胸肉不能少 教你十道必会做的鸡胸肉做法 每一道都是经典 在饭店都不一定能够吃到 最后一道的做法你绝对想不到 快收藏关注起来 一周每天都可以吃到不重样的鸡胸肉 口感口味都很好 一定会惊艳到你 第一道 香煎鸡胸肉 鸡胸肉切成六毫米厚片 加蒜末和盐 给它们充分抓匀了 随后倒入一点葱姜料酒 同样抓一抓 再加蚝油 生抽 凝入一点黑胡椒碎 充分抓一抓 锅内不用加油 用小火慢慢地煎鸡胸肉 一面煎定型后再翻面煎 待两面都煎定型 微焦黄后出锅 最后摆上断生后的芦笋 二者搭配着吃 营养丰富又不会腻 第二道菜 黑椒鸡胸肉 先准备青红椒各一个去地 随后 再把它们切成菱形块 洋葱切成小块备用 用刀拍一拍鸡胸肉 再逆着纹路切成薄片 再倒入一点料酒 加盐和鸡精调味 加点姜丝 给它们抓匀了增加底味 再来半勺的淀粉 把它们抓匀了 最后淋入食用油 让鸡胸肉吃起来更加嫩滑 秘制料汁 倒入两小勺生抽 一勺老抽 再加半勺黑胡椒碎搅匀了 最后来半小勺子的白糖和鸡精搅匀了 锅内油热后 下腌好的鸡胸肉翻炒到变色 推拉到一边一边 下青红椒和洋葱翻炒 随后把青红椒 洋葱 鸡肉三者混合一起翻炒 等到鸡肉熟后 淋上调好的秘制酱料 最后淋上水淀粉勾薄芡 就可以出锅了 真的是很下饭的一道菜 第三道 鸡胸肉萝卜丸子 雪用白色的萝卜 给它爆成细丝 随后放入大碗中 加盐沙下水 待萝卜出水后 用手挤掉萝卜水 鸡胸肉用水冲一下 再切成薄片 随后用刀剁成肉糜 放入大碗中 加盐和白胡椒粉 鸡汁 抓匀 倒入一点水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肉泥 加入午餐肉和白萝卜丝 抓匀 最后来点淀粉抓一抓 用手抓一把鸡肉泥 用虎口挤出丸子 随后冷水放入锅内 锅中可以加几片上海青 加盐调味 一直烧到丸子漂浮熟透 撒上葱末 搅一搅就可以出锅了 做这道鸡肉丸子 鸡肉的量不能超过萝卜 否则 丸子吃起来很柴 第四道 水煮藤椒鸡胸肉 这么一大块鸡胸肉 我只花了八元 比猪肉可便宜多了 这么一块猪肉得四十元 还是跟之前的一样 用水冲一下再切片 放入一个大碗当中 加盐和白胡椒粉 倒入一点水抓匀 让鸡肉充分吸收水分 加一点淀粉 让鸡胸肉更加嫩滑 这时候加点油 可以锁住鸡肉水分不流失 做这道菜不能少了 小米椒和青线椒 油锅内下藤椒 炒出香味 再加一勺红油豆瓣酱 炒出红油 倒入两大碗的水 加生抽 盐 鸡汁调味 搅匀后把汤烧沸 随后下入豆芽烫煮 八到十秒 不能煮太久 否则影响口感 豆芽不脆了 捞出豆芽后 下鸡胸肉片 用筷子划散 鸡胸肉变色后 就可以捞出了 连同汤汁一起倒入豆芽碗中 加青红椒末 蒜末 辣椒面 最后用热油爆香辣椒面和蒜末 一道麻麻辣辣 嫩嫩滑滑的四川菜就做完了 快关注收藏起来吧 第五道菜 香烤鸡肉脆片 取一块优质的鸡胸肉 剔除筋膜 再切成小块儿备用 放入料理机中 再加适量的蚝油 大蒜粉 白糖 盐 黑胡椒碎 把鸡胸肉搅打成肉泥 接着加一点淀粉 盖上盖子继续搅打 没有粉末后 挑出肉泥 放入油脂中 用手捏一捏鸡胸肉 给它摊薄一点 再用擀面杖 把鸡胸肉擀薄一点 随后直接把它们送进烤箱 烤成这样 差不多就可以了 用手敲一敲 能够明显感觉到很脆 可以用手给它掰成小段 方便食用 第六道菜 米粉蒸鸡胸肉 还是老规矩 第一步处理鸡胸肉 把我家的鸡胸肉 切成长条 加盐 生抽 半个鸡蛋液 再给它们抓拌均匀了 再往鸡胸肉里面加淀粉 能使得鸡胸肉嫩滑 锅里倒入大米和糯米 里面放入香叶和香料 大米和糯米的比例为1比1 放入香料能够增加大米的香味 炒到大米发黄就可以了 米粒晾凉后倒入料理杯中 把它们打成细腻的米粉 把打好的米粉倒入腌制好的鸡胸肉内 把鸡肉调上均匀地裹满米粉 冷水上锅蒸 水沸后再蒸15分钟 撒上小葱末 一道少油的米粉蒸肉就做好了 健身的人也能吃 第七道菜 香煎柠檬鸡片 鸡胸肉的脂肪含量低 健身的人可以多吃这道菜 逆着纹路把鸡胸肉切成小片 加盐 拧入一点黑胡椒碎 抓拌均匀了 再往鸡胸肉里面加点淀粉 抓匀了 使鸡肉表面裹上淀粉糊 取一个柠檬 对半切开 再将柠檬的汁水挤入大碗中 这道菜的酸全靠柠檬 再加入生抽 白糖 淀粉 搅拌均匀了 锅内倒油 下鸡肉片煎制 给鸡肉片翻面 直到把鸡肉煎熟了 随后再扒拉几下 把调好的柠檬水倒入锅内 锅内汤汁透量即可出锅 酸甜可口 非常解腻 第八道 黑皮鸡纵菌炒鸡胸肉 所需要的食材如视频中所示 红椒和洋葱切成小块备用 黑皮鸡纵菌切片 你见过这个吗 鸡胸肉冲一下再切成薄片备用 加盐 鸡汁 白胡椒粉 料酒 抓匀 再加一勺淀粉 给鸡胸肉抓匀上浆 最后往鸡脯肉里面加点油抓匀 锅内加一点油 倒入鸡胸肉快速炒散 炒到鸡胸肉变色后 锅内留底油 下青红椒和鸡纵菌翻炒 加盐调味 炒到它们暖身 这时候我们下炒过的鸡胸肉翻炒入味 最后淋入一点水淀粉勾薄芡 随后装盘 推荐这道菜 好吃 第九道菜 也是最特别的 鸡胸肉做的鸡腿 所需食材有千张 鸡胸肉 大蒜 我们先处理下鸡胸肉 先切成条 再剁成肉泥 放入大碗中备用 把蒜末放入鸡胸肉泥碗中 加料酒 盐 蚝油 再来点浓缩鸡汁和一点食用油 来一点老抽给它们拌匀了 最后加点生粉 拌到没有生粉的状态 锅内水烧沸后 放入千张烫一下 待千张晾凉后 切成一个个长条备用 随后将调好味道的鸡肉 放入千张中 四周拎起 将鸡肉用百叶包裹起来 用刚才切好的百叶长条 把它扎起来 用炸鸡粉调一个裹粉 先给它调成糊糊 如果水太少了 就多加点水 碗中倒入面包糖备用 将刚才裹好的百叶 先裹上糊糊 再裹上面包糠 油热后 把鸡腿放入锅中炸制 炸到金黄后 就可以捞出了 怎么样 看着像不像小鸡腿 外酥里软 往前把鸡蛋 没看着 就像我们 这些把鸡蛋 开始 我们把鸡蛋 我们把鸡蛋 打到炸鸡蛋 我们把鸡蛋 入锅中炸鸡蛋